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念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五百六十三集 销声匿迹 往日里绝美无双 容颜似吹弹可破 身姿凹凸诱人的红尘女 此刻狼狈不堪 他浑身颤抖 那不是受伤造成 而是愤怒 他在这之前 无论如何也都想不到 白小纯居然如此难杀 此刻 他全身上下都弥漫了红点 那是他扛着诅咒 来击杀白小纯 承受的代价 这对一个女子来说 代价极大 虽然他有把握 自己可以将这诅咒慢慢的清除 可如今全身上下的麻痒 与刺痛 让他整个人已然疯了 白小纯 红尘女尖叫了一声 他对白小纯的恨 此刻已然是刻骨铭心 不共戴天 尽管全身上下传颂之光璀璨 摄影都在模糊 可眼看白小纯居然还没死 红尘女目中露出疯狂 身体瞬间向着白小纯猛的一步走去 他要在这传颂前将白小纯击杀 白小纯不死 他不安心 可以说在这一次藏功之事前 他虽厌恶白小纯 可大都是来自白小纯的巨婚单 以及炸炉 给蛮荒带来的损失与羞辱 另外就是之前那一战中 长城高塔真灵释放出的磅礴魂潮 使得他负责的这些年的战事总是不利 这才对白小纯有了杀迹与厌恶 可实际上在他的心里 以他的身份与修为 白小纯只不过是蝼蚁而已 早晚都会被灭去 虽能影响一些战局 可却对他自身没有丝毫的威胁 但如今则截然不同 在那藏功内 若是换了其他人 哪怕就算是原因 也几乎不可能在他手中活到现在 更别说一个结丹大圆满了 可这一切呢 白小纯做到了 不但做到了 甚至还让红尘女这里灰头土脸 尤其是一想到 白小纯手中居然有三个天然魂 红尘女就无法平静 四人身上有大秘密 他如今已经快要成长起来了 若再给他一些时间 他是此人 以后的可怕程度 要比今天还要惊人 会成为大患 且我与他之间 一世不死不休的局面 说放过了他 岂能担心 红尘女 银牙一咬 在身体即将要被传送 甚至都开始模糊的瞬间 猛的靠近了白小纯 他右手抬起 就要去对白小纯这里 进行最后的灭杀 让他死在这里 死在眼前 他才可爱惜 实在是白小纯这里的难杀程度 及未来可能成长的高度 让他都生起了忌惮之意 眼看危机 白小纯虽然被传送 虽然身体飞速的模糊 可按照这个速度去看 怕是他在被传送出去的一瞬 红尘女的灭杀也会到来 十有八九将会魂飞魄散 就算是传送出去了 也将是化作一具尸体 就在这一刹那 白小纯无神的双眼 陡然露出了惊芒 死体内最后一缕生机 在这危机的逼迫下 周然迸发 他身体无法动弹 他修为几乎枯萎 他肉身受伤极为严重 可他不想死 他想要活着 他还有太多的事情没有去做 他还没有长生呢 我有长生 我不能死 白小纯内心似有一个声音 在疯狂的怒吼 他眼帘垂下盖住双眼 而他的眉心上 通天法眼 此时目然睁开 不仅仅是他本尊如此 在他体内的三大分身 全部都在这一刹那 眉心出现了通天法眼 仿佛是四个通天法眼 重叠在了一起 在这一刻 猛的看向红尘女 通天法眼内 白小纯的玉力 在这一瞬全面爆发出来 哪怕是通天法眼 都剧烈的刺痛 仿佛要碎灭 可他依旧还是不管不顾 懦目凝望红尘女 昏明中 红尘女冲来的身影 在这半空中猛的一顿 这停顿 只是刹那就立刻恢复 可终究还是顿了一下 这一顿 白小纯通天法眼 鲜血流下 身体直接模糊 传颂之力彻底展开 在那传颂之力下 骤然消失 几乎在他消失的同时 红尘女的右手 形成的竖法 直接就从白小纯 方才所在的地方 徒劳穿过 白小纯 红尘女身体颤抖 声音尖利 她的目中露出仇恨 死死的盯着白小纯 消失的地方 她自己的身影 也在这一刻 模糊的消散 在那传颂之力下 无影无踪 随着二人的陆续传颂 这整个地宫内 传颂之光不断的爆发 一道道身影刹那消失 神算子 找龙送缺 无论是长城修士 还是蛮荒浑修土著 都是如此 在这一一散去时 迷宫彻底的坍塌下来 而在外界看去 这一刻 迷宫所在的地面 传出了滔天轰鸣 正飞速的凹陷 在那传颂展开的一瞬 这方圆数万里的地面 直接爆发出一道 惊天而起的白色光柱 取代了之前的 九道黑色光柱 成为了唯一 冲天而起 在苍穹中 形成了一圈圈涟漪 向这四方扩散 白林也好 蛮荒的浑修土著也好 双方大军在远处 清晰的看到了这一幕后 一个个都心神震撼不止 他们到了现在 也都依旧不知晓 地宫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直到一个月后 才有消息陆续的被长城与蛮荒 知晓 白林等人才明白 地宫传送阵法的开启 将里面当时的所有人 都直接的传送到了蛮荒 内的各个区域里 有的距离痕迹 有的则距离极远 还有的似乎被传送到了蛮荒深处 那是就连传音御解 也都无法联系的地方 随着不多的一些长城修士归以来 当试炼之地内的修士 也有人九死一生回到长城后 有关白小春的事情 顿时就传开 这个名字再次轰动了蛮荒 响彻了长城 试炼之地第一人 第一个踏入藏宫内 且在红尘女踏入藏宫后 二人之间似有激战 最终藏宫崩溃 在红尘女的击杀下 白小春当时竟然好像还活着 直至传送展开 至于白小春最终是死是活 成为了一个悬案 除了红尘女无人知晓 直至第二个月后 蛮荒方面 红尘女再次追加 对白小春的悬赏 将这悬赏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以五份天兽魂 一份天人魂悬赏白小春 此事一出 蛮荒 长城 接近震撼 要知道 必杀榜上 就算是陈赫天 也都没有给出这个悬赏 瞬间 白小春的名字 就成为了蛮荒 必杀榜上的第一 也正是此事儿 让长城方面知道白小春 应该是没死 没死就好 没死就好 小春 这次是我对不住你 长城内 白林坐在那里 手里拿着一壶酒 尝出口气 脸上露出感慨与惆怅 遥望远方 可是 你到底在哪啊 本集 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